5月25日,長江實業集團主席李澤巨表示,現時香港正處於政治紛亂和營商環境不明朗的氛圍, 期望《香港國安法》能夠穩定香港的局勢,恢復社會和經濟活動的正常運作。 除了李澤巨之外,其他三位香港地產商人李家傑、郭炳商和鄭家純也先後表態支持立法。 李澤巨和李家傑都是中共全國政協常委,而郭炳商就是全國政協委員,鄭家純就是袁常委。 李澤巨作為政協常委,理應到北京參加兩會,不過這次他缺席並沒有前往參加。 5月20日,香港01報道說,恆基地產李家傑搬行跌傷骨折坐輪椅,李澤巨因為發燒缺席。 因應疫情,港區代表需要先到深圳接受病毒檢測,確認陰性後才可以出發到北京開會。 文章說,也有部分人大政協缺席這次會議,其中長和系主席李澤巨未出席, 有指他上星期出現咳嗽,其後更發燒沒有上班。也就是說,李澤巨並沒有做檢測,也沒有任何醫生證明, 就以感冒為理由,拒絕去北京開兩會。 當年91歲的李嘉誠曾在2019年9月呼籲當局和抗議者保持克制, 他寫的詩被外界解讀為支持民眾抗爭的藏頭詩。 結果被中共政法委旗下的微信公眾號以及人民日報點名批評, 說李嘉誠縱容犯罪,更反諷指,香港抗議活動是天價的樓價所致, 應該由李嘉誠等地產大亨承擔責任。 隨後香港四大地產商之中的三間都陸續宣布捐農地給社會, 唯獨是李嘉誠表態不跟進捐地,而改為直接捐出10億港元,援助香港中小企業。 李嘉誠和中共交往很多,他從中得到很多好處, 不過他也因此深知中共的兇殘和邪惡。 2018年12月流亡美國的大陸富豪郭文貴爆料說, 當年綁架李嘉誠的兒子的綁匪張子強被江澤民有報, 江澤民得到5,20億贖金被公安侵吞。 郭文貴說,張子強在珠海的房屋賣了給我。 事發於1996年5月,來自廣西,移居到香港的綁匪張子強, 綁架了李嘉誠的長子李宅巨。 張子強最初提出的贖金是20億港元。 李嘉誠就說他一下子籌不到那麼多現金, 而且會引起外界注意。 於是張子強爽快答應收一半。 他用長江基建的股票編號1038, 提出贖金10億3,800萬。 李嘉誠怕綁匪撕票就答應了, 而且沒有報警。 張子強收到巨款後, 親自開車,把李宅巨帶到銅鑼灣宜東酒店門口釋放。 他和同黨綁架只是一天, 就拿到10億港元巨款,創下了綁匪記錄。 郭文貴透露,事後李嘉誠找到江澤民, 說要殺了張子強出這一口氣。 於是李嘉誠給了江澤民5千萬港元。 江澤民就下令中共國安在大陸有報張子強, 因為香港沒有死刑。 1997年底, 張子強買的800公斤炸藥被查獲, 他和同黨被迫逃返大陸。 到了1998年7月, 張子強在江門被捕, 同年12月被槍斃復發。 郭文貴爆料說, 江家下令有報綁匪, 落網後張款被公安分曬。 不過李嘉誠就因此攀上了江澤民。 後來長江實業能在大陸順風順水發展, 背後就有江澤民撐要。 據說這次綁匪事件中, 李嘉誠也學了很多。 以前一向折劍的他, 不捨花錢請保鏢。 但是經歷該事件後, 他家裡的豪宅, 就多了很多保鏢和昂貴的安全保衛設施。 網上不少分析認為, 李嘉誠擔心兒子李澤巨到了北京, 可能就被中共綁架扣押, 回不來, 所以根本不敢冒險去。 5月27日, 人大強推《國安法》的消息曝光接近一個星期後, 李嘉誠才首度開康, 回應《大公報》的相關查詢。 他表示, 國家對自身國家安全問題有權責, 大家不必過分解讀。 希望通過《國安法》 可以舒緩中央對香港的擔心, 發揮長遠穩定發展的正面作用。 特區政府責務旁慨, 要鞏固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, 和強化國際社會的信任。 李嘉誠在《大公報》表態後, 很多媒體都想採訪他, 但李嘉誠又聲稱自己感冒病了。